yo yo what's up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你提纲了吗 我们开始 今天是个大日子 因为今天繁花正式上线 不对 应该叫繁花世界了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适当规避一些可能会引起的这种版权纠纷的问题 繁花世界正式上线 那这部片子真的是凝聚了K老师 最近这大半年所有的经历 从最初的选角角色的一再调整 到场地我都选了好多次 到剧本最后的修改啊 以及拍摄当天各种层出不穷的状况 各种的 反正真的是把我所有的经历都耗尽了 但是非常值得 因为在我最近这一周跟摄影师 就是疯狂忙碌的不停的修改这个剪片啊 不停的调整啊 包括预告片啊 包括海报这种的 我觉得拍的很好 虽然可能说并没有真的达到我心目中最理想的 百分之百的这种想要表达状态 但是你一帮老外演员 对吧 很多东西你确实不能太强求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已经做到自己能做最好的部分了 因为这部片子首先演员这种非常大 也是我K老师也从来没有拍过这么多演员在片场的电影 你知道那天从下午大概五点钟一直拍到凌晨两点钟 我就一直从五点站到两点 因为我的所有的演员的call time 就他们的到位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错开嘛 然后来了之后有些人是带妆过来的 有些人就是要过来让化妆室化妆的 然后每个人来了之后还要去签合同 然后还要对戏 他们之间还要互相的寒暄聊天打批这种的 然后化妆 反正就是整个的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每个时间连卡的都非常的死 但中间肯定是会有人迟到对不对 包括我们找的那个大号斯因为在山边嘛 然后那个大号斯门卫非常的严格 每个人进来都要盘问的感觉 所以有像那个Octavia Red 就是因为被门卫那边拦了20分钟之后 造成他到的时间比我预计的晚了 那因为他有些要化妆的 所以我在当天我还临时调整了一个剧本 就是本来是就是那个那个 李李跟强木姐强总的戏被我调整成了 雪只是跟强木姐 我们正好改变一下嘛对不对 反正就是整个的非常忙碌 那种状态是什么 那状态就是当时你不会觉得很累 但是当两点多趁时拍完 我回到酒店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瘫下来的 就是累的已经一动都不想动了 然后后面第二天整个就一觉睡的 睡到什么睡到中午 整个人真的是精疲力 但我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很值得 真的很值得 不管是李哥Kieran Lee的友情客串 过来之后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客气 你知道吧 就客气当然你觉得 英国人的客气 跟美国人的客气还不太一样 一口一口标准的伦敦音 那个英国口音 让我听着非常的喜感 然后两人聊了一会儿 他也很客气 然后他跟那个雪之 就是奥秘的对系也是非常的精彩 他整个表情 我个人觉得控制的非常好 我让他不要太过 我跟他说我们不是比场的片子 我说我不希望你的表情太过 比场格式化那种的夸张啊 浮夸风这种的 我希望你稍微的 就是狡猾一点的感觉 他做得很好 真他做得很好 然后其他几个主角 各自发挥的不错 这里值得讲一下的是 尼古道许 就是他演卢美龄嘛 我们在拍卢美龄 打保总耳光的戏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牛啊 我们一共拍了五次 就是一共狠狠的打了五个耳光 但是很惊艳 昆天杰姆斯真的非常惊艳 是他一开始跟那个尼古道许说 他说你不要打太轻 你打得重一点 然后不然的话拍出来效果不好 然后他们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我当然希望你们 可以打得越真实越好 但是尽可能的就是 一个原则 不要打伤 你别什么 指甲刮到脸上 出现这种伤痕 总不太好 对不对 后来尤其是第一次拍的时候 哇 那个耳光 我当时拿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因为那是夜景模式嘛 那张照片直接就是 啪 一个耳光过去 卢美龄把保总的脸打出了幻影 那张照片就是整个脸 那个 昆天杰姆斯的脸是一个幻影的状态 反正就真的挺好玩的了 然后大家都很卖力 真的都非常卖力 拍到凌晨两点 没有任何一个演员说 好累啊 怎么还没拍完 这种真的没有 这个我还是挺骄傲的 就是我找的演员 一定是符合我对于敬业 这两个次要求的 这也属于什么 当然说K老师会有很多演员 不合作啊什么的 确实合作过之后 我觉得不够敬业 其实真的 我很讨厌这种类型 我一向都是早到 最早到最晚走 这是我的原则 就是我不会让别人等我 我都愿意去等别人 那所以我非常幸运 邀请的演员都是非常敬业的 总的来说 这部片子我个人觉得 很棒 但是还不够过瘾 就是我希望要更好的效果 当然因为我的摄影师 他也没有拍过类似繁花 这样整个的色彩滤镜啊 这种的 所以跟灯光是研究了很久 我们尽可能拍出了 相对符合我要求的 浪漫的感觉 但是你说跟眼镜王的 那个整个风格 还是有很大区别 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是 respect 致敬 我们不是说完全模仿 对不对 那今天总算正式上线了 我也非常欣慰 6月20号我要拍繁花2了 我之前有提过繁花2 因为阵容就会 非常大的调整 我们一下瞬间变成了淑女风 繁花2我希望是 比繁花1来说 我不需要那么浪漫 但是我需要更加的 cassion 更加的激情 更加的hardcore的感觉 我要拍出不一样的 繁花世界的感觉 然后7月10号拍繁花3 一共三部曲吧 然后正式完结 完结 然后我下一个 拍那个IP照再看吧 然后我拍完这三部之后 我K老师要好好休息一下 真的非常非常的累 但是anyway 这是我继西梦之后的第二部大制作 而且其实整个的阵容 各方面比西梦大好多好多 我个人非常期待 然后我也很开心 能完成这样部大制作 整个这部片子的拍摄在圈内 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AVN跟XBs那边早就预约了专访 这种的 他们是希望等我影片上映 大概一周之后 给我来做一个专访 或者整个介绍一下这个影片 或者会有一个专题的报道之类的 很娇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既然是好日子 我希望每个人大家今天都能保持愉快的心情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提杠 今天你加了吗